那么这里面就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就是家国概念,上来你一看 这个小孩子 他的家国概念其实不完全来自于中国 这来自于中国传统 先有国再有家,这个先有国,国家是第一位的 国家在前面 家在后面,最后才是我 这是中国人的家国概念,中国人的家国概念是谁造成的 是,当然是皇帝,皇帝必须让你这样想 皇帝必须排到第一位,皇帝是什么?就是国嘛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家国概念 这个家国概念不是中共有的,独有的 是中国传统就有的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就是他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 中国人的生活环境,我昨天说了一嘴,没展开说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讲两点 第1个讲序 第2个讲义 序是什么?序就是秩序 就是我要服从这个秩序 小的要听大的 大的要让小的,这就是序,长幼有序 秩序服从,你要服从这个秩序,你不服从这个秩序 你就会被这个群体排斥 这就叫序,这是中国人的其中一个生活方式 还有一个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个义 就是你要有义,有人有义,有情有义 讲的是这个义字 一个是序 一个是义 这是人的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义讲的是什么? 义讲的就是你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人群,对这个 其他人的社会责任 你有责任,就是这种责任感,就叫义 一个是讲序,一个是讲义 少了什么? 少了爱 中国人不讲爱 所以 最终的结果是追求什么? 追求利 利子就在中间 就是 左边是序,右边是义 中间就是利,利才是真正追求的东西 所以 当贫困成为外部环境的时候 序 和利就是维持这个社会超稳定结构,讲义,很多人分析 中国为什么是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就是用这两样东西控制 就三样东西去控制 让你去追利,逐利 这边是守序 那边是尊义 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超稳定器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家国 家国文化 加上生存方式 那么中共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讲 你从这篇文章就能看出 我刚才讲的这种 这种生存方式,中国人的生存方式 那么中共怎么做的呢? 中共的做法就是 把中间的皇帝拿掉 家国的那个中间那个国,国是什么?国是皇帝的国 把皇帝国拿走 换上他自己 就是中共的国 把自己装进去 外面再刷一层什么呢? 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国 刷一层这个东西上去 然后习近平再加上自己的中国梦 然后再用什么?再用所有的 现代文明的 传播学工具 从互联网到手机 从那个短信到QQ,一直用这所有的 现代文明的工具 全方位的洗脑 就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 才是这篇文章产生的 背景 和诚意